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多大程度上帮助耶马泰国 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 公孙家族能够在辽东混得风生水气 一方面因为公孙氏能屈能伸 向曹魏扶手称臣 另一方面曹魏正忙着逐鹿中原 公元234年 诸葛亮病死在北伐的路上 魏国去了心头打患 也到了清理后院的时候 刚好公孙氏的第三代家主 公孙渊开始作死 他反叛魏国自立为王 魏明帝曹瑞 派大魔王司马懿兵发辽东 公孙家族灰飞烟灭 而就在大魔王狂虐公孙渊时 耶马泰使者来到了辽东 他们很可能是受公孙渊邀请来放 可辽东已经换了主人 识者男生迷很是机灵 转而向魏国亲共 仓促间把几个奴簿 和几丈粗簿作为贡品 耶马泰的贡品如此穷酸 反而让魏明帝有了高高在上的感觉 回赠的物品非常奢侈 除了亲魏窝王的紫寿金印 还有铜金百霉在内的若干礼物 尝到甜头的耶马泰 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出使魏国 从而获得了大量的丝绸和农耕工具 公元247年 耶马泰国和狗奴国再次开战 卑明狐向魏国求助 魏帝曹芳洪派使者去调节矛盾 但狗奴国并不买账 魏国的辅政大臣曹帅和司马懿 此时争斗的你死我活 最终没有派兵帮助耶马泰国 卑明狐在这一年去世 耶马泰换了一名男性公王 因无法服众国内大乱 最终被迷糊家族的一位13岁女子 被拥立为王 内乱才得以平息 后来中原的司马家族取代曹魏 结束三国时代建立晋朝 耶马泰国继续向晋朝朝贡 再往后 耶马泰国就从中国的史书中消失了 而大和国开始崛起 在日语中 耶马泰和大和发音相近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 耶马泰国就是大和国的前身 可惜的是 日本没有耶马泰的历史记载 大和的早期描述 也多是虚构伪造 与悲迷糊的萨满是统治不同 大和政权建立了稳固的体制 王权能相对平稳过渡 日本就此进入了大和时代 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 是统治者喜欢造坟 所以也被称作古坟时代 随着大和国的崛起 临近的朝鲜半岛 很快成为了大和人的猎物 大和会如何折腾朝鲜各国 我们下回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